是的,纽约地区遭遇百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地震 虽然有明显的震感,但没有造成严重的破坏 不过对当地人而言,这是一场难忘的经历 也正因如此,纽约市一名服装店的业者突发奇想 决定特制T恤,看准商机之余 也让人们在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能记住历史性时刻 服装烫印机不停运作,在单色T恤印上 我是2024年4月5日,纽约地震幸存者的字眼 一开卖,店里就排起长长圆龙,反应相当热烈 业者颗粒脑筋冻得快,在地震发生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趁热推出这款T恤,瞬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这款纯明T恤,一件只卖10美元,折合马币大约48令吉 相比店里其他服装,价格也相对便宜 或许因为这场地震在纽约州设计的范围甚广 很多人都有感,因此想要购买一件留着做纪念 短短半天,店家就已卖出50到60件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地震学家阿尔的说法 地震在纽约州并不常见,但也不至于感到意外 这次规模相对较小,但由于东岸年层更坚固 所以震波可传播得更远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地震发生时很多人都感受到 但基础设施损坏并不大 马西式电视综合报道 我们两个月 你最后他们在讨论har 꼭想发生了 没有效果 明 IMsek 一对 9 使务 赛